香港台神祖新聞是由地產鐵三角Johnson Remax Diamond Award Team 港城裝飾工程葉師傅 特約贊助播出 Hong Konger Station 香港台神祖新聞報導 各位 今天是5月5日 歡迎收聽香港台神祖新聞 我王俊賢 俄羅斯否認會對沃克蘭發動全面戰爭 直指有關港法無稽 西方一直估計 俄羅斯會趁5月9日俄羅斯二戰衛國戰爭勝利日舉行大型閱兵 算稱階段性或策略性勝利 莫斯科至2月24日至今仍然聲稱這場戰爭只是特殊軍事行動 隨著紀念日越來越近 西方傳媒日前傳出俄羅斯總統普京會在當日正式向沃蘭宣戰 克利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說有關港法系謠言 完全沒有證據支持 不過眾多情報顯示 俄羅斯除了會在莫斯科洪長閱兵外 也計劃在烏克蘭南部馬利烏波爾巡遊 烏克蘭官方指出 在馬利烏波爾市中心俄軍洗太平地 清除路面雅力、遺體和未爆炸彈 普京一直以去納粹化和去軍事化為由入侵沃蘭 而外長拉夫羅夫日前又發表去納粹化論 將希特拉有猶太血統 和沃蘭總統澤連斯基是猶太人即想關係 合理化入侵 有劃蘭政客分析說俄羅斯為國戰爭勝利日是紀念戰勝 納粹德國 普京想建立帝國透過這日做政治宣傳 具有重症意義 雖然整個構想毫無邏汁可言 不過預計基庫、馬利烏波爾和奧德薩 在5月9日後會面對更加艱難時刻 英國國防大臣馬利士早前說 對莫斯科會利用5月9日為龐大動員軍隊造勢不敢意外 不過表明沒有任何資料 他說現時西方與納粹戰爭 有責任動員俄羅斯人作出反抗 在馬利烏波爾,烏軍最新指出 俄軍嘗試摧毀亞束鋼鐵廠內授軍 據稱有俄軍已經進入鋼鐵廠內 烏克蘭南部城市馬利烏波爾 自3月被俄軍重重包圍 直到上月底,俄軍正想攻陷亞束鋼鐵廠之際 俄羅斯總統普京突然叫停,並下令封鎖鋼鐵廠 團合國秘書長顧特雷斯上星期到訪莫斯科後 說普京原則上同意截走避困並民 至今鋼鐵廠只有300多人成功撤離 莫斯科聲稱今天會再有3天停火期限 予以撤離行動,不過可信性備受質疑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要求聯合國協助 最新據報俄軍已經有人進入鋼鐵廠 是開戰以來首次,一直守衛鋼鐵廠的阿束營 說俄軍嘗試摧毀他們,形容情況極度艱苦 烏克蘭有國會議員指出 俄軍嘗試全方委攻陷鋼鐵廠 烏克蘭只能期待其積出現 而馬利烏波爾的淪陷將會非常絕望 另外,《納略時報》引述美國政府高級官員報道 美國情報人員協助烏軍、瞄準和擊殺俄軍將軍 並向烏軍提供俄軍動員狀態和總部所在位等情報 烏克蘭官方說 12個俄軍將軍和高級軍官在戰爭當中被殺 嚴重影響俄軍士氣 報道並沒有透露美國參與多少次相關擊殺行動 白宮發言人說,報道誤導和不負責任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Watson說 美國規劃南提供軍事情報是協助烏方防衛國土 不存在協助擊殺俄軍將軍 轉一下 英國今天舉行區選 保守黨在首相府派對門 和近期多個國會議員發出醜聞後 選前分析估計保守黨合共會輸300至500個席位 工黨或成為大贏家 分析預計投票結果對約翰遜的未來至關重要 如果全國保守黨選舉生氣 或會動搖約翰遜領導地位 手上約翰遜今早已到票站投票 至於工黨黨夫斯基賢就和太太一起去投票 投票由今早7點開始,今晚10點結束 最快星期五凌晨3點有結果 相信Westminster選區最快有結果 通脹升溫導致生活成本危機 亦是英國民眾關注點之一 經倫銀行宣布加息0.25來 是18年以來首次在選舉期間加息 隨著能源和食品價格飆升 3月通脹升7%在30年高位 預計物價將會進一步上升 市場預計 貨幣政策委員會將會連續第四次加息到一利 是09年以來最高水平 上一次貨幣政策委員會在選舉日加息要追溯到2004年6月地方選舉 當時執政的工黨表現未如理想 美國聯邦儲備局宣布加息半厘 是2000年以來最大單次加息幅度 符合市場普遍預期 不過主席鮑威爾淡化單次加息0.75厘可能 博威爾會後說美國通脹太高 未來兩次貨幣政策會議 各加息0.5厘是可能的選項 不過就排除單次加息0.75厘的可能性 聯儲局也會加大收水力度 6月開始每個月縮表475億美元 3月後每個月縮表力度國大到最高950億美元 美國裁長耶倫預計聯儲局只要有技巧地加息 如果有些運氣的話 美國經濟未來幾年可以保持穩定增長 甚至有條件成功軟續錄 轉一下 印度再爆出警員性侵報案類童 綜合報導那個警員已經被捕 被控強姦一個13歲女生 綜合報導一個13歲女生 因為上月接連被4個男人強姦 上星期去警署報案 負責案件的警員竟然向他施報 警方最新說 4案警員另外4人和女童的一個親戚被捕 報導說那個女生被強姦的時候 那個親戚也在場 至於事發的時候 正是當值的29個警員也已經停職 印度性暴力情況再次引起國際社會關注 據報當地平均每18分鐘 則有一個婚女被強姦 根據官方數據 2020年性侵案超過28,000宗 不過就被形容為只是冰山一角 看看香港消息 香港單日新增321宗確診 當中17宗輸入國安 再多5人死亡被驗出病毒 同日放寬部分社交距離措施 包括戶外運動口罩零 食肆八人一台等等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說 疫情監察數字整體10級以下 重症並沒有明顯增加 局部放寬屬於安全做法 外於疫苗接種上升速度緩慢 200萬個60歲以上市民還有一半人未打第三針 所以要摸著石頭過河適度放寬 關鍵向60歲以上市民和3至11歲的小朋友鼓針 何柏良說 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似乎已經見頂 現時已經進入後疫苗過度期 每過度去到季節性流行 情況可能與流感差不多 他說經過29個月抗疫 目前最重要是回復正常,不是清零 要令市民生活回復正常同時 也對健康不良結果減到最低 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 講座教授許雪昌日前說 香港新增個案數字跌到3米數後 緩慢回落 相信新冠病毒已經變成風土病 應同難以達到清零目標 又說中國不斷調整抗疫策略 由初期清零、動態清零 到近日的社會面清零 相信香港長遠需要視乎中國抗疫策略調整目標 香港一人特首選舉方面 唯一候選人李家超和商界舉行視像會議之後說 聽到外國商會代表說 願意向世界宣揚香港優勢 既可以聯通世界亦可以聯繫中國 非常鼓舞 李家超明天下午舉行競選活動 預計將會有過千人出席 警方將會確保參加者安全 李家超重申 與中國通關是他當選後首要考慮工作 承認有很多挑戰 目標是儘量將任何障礙而除 不過英國《金融時報》報道 發興銀行已經與新加坡政府達成安排 允許公司安排最少12個香港銀行家搬到新加坡 位於香港的亞洲總部是發興自1977年以來區域營運中心 報道引述消息人士說 發興銀行家希望逃離中國領土下的嚴格防控規定 面對要求調遷的案例 發興正式指定新加坡辦事處作為亞洲總部備用地點 確保業務能持續運作 有關報道提到新加坡就寄業外籍僱員人數設有配額限制 以保障當地人工作機會 不過新加坡政府認為發興搬到當地 是吸引財金人財好機會 所以願意配合 《神祖新聞》到此 《香港台神祖新聞》由 《地產鐵三角Johnson Remax Diamond Award Team》 《港城裝飾工程》葉師傅 《特約贊助》播出